这种八斗子旺游谷在昨天深夜发生了坠崖意外 有辆黑色轿车因为不明原因坠落边坡 导致车辆严重回损 那么基隆市消防局货报之后 派出六车共十五人前往事发的飞天扫把附近展开搜索 发现汽车冲撞护栏的轨迹 当地碎石坡高度约八到十公尺 巡货车子时车上找不到人 警消在今天凌晨搜查之后 发现这名58岁的驾驶被车辆压在底下 交道时人已经明显死亡 而详细的事发原因为何 仍待进一步厘清 我是哈远宜 不用说故事写自己的人生故事 有争议的拿证据说 被掩盖的挖出来说 非主流观点我有勇气说 用心说好2300万人的故事 我是哈远宜 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哦